没有下单了吧 没有下单就走了 师傅 别走别走 我的钱包不见了 你得好好找找 刚刚明明在的呀 肯定被人偷了 是不是掉到哪个角落里边了 没有啊 肯定是刚刚坐在你旁边那个小子 他鬼鬼祟祟的 车门一开马上就跑了 就算是偷了 回去你能找得到吗 人都跑了 坐前面那个姐姐 你赶紧看看 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啊 那个小偷啊 在你旁边坐了一会儿呢 没有没有 我的包是抱在怀里的 没丢什么东西就好 出门在外的带个孩子不容易 一定要小心啊 谢谢 姥姥我们的行李不见了 怎么啦 今天走累了是不是啊 好了看看几点了 真不早了 那今天咱们不走了啊 咱们在这儿住下来 行不行啊 好 走了可以抓 那边好不好去看看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宾馆 宣河 真聪明 你好 你好 你这儿有空房吗 有 我们这儿八十一天 押金二百 您住几天 住一天吧 行 我还想问一下 就你们附近的乡镇里头 有没有一个叫许家沟的地方 许家沟 哪个乡镇啊 我就是想不起来 哪一个乡镇的了 那就麻烦了 我们这个县啊 有八个乡镇 有七八十个村 七八十个村下面 还有近千个自然村 这我真没法帮你 婷婷啊 你还记不记得姥姥跟你说过 爷爷是住在哪个乡镇的 他也想不起来 来 找您二十 房号是二零八 这边上楼左转 你拿钥匙 谢谢啊 行 慢走 走 我妈呀 带着婷婷去找您了 她还没到您那儿吗 什么 她 她们来找我了 我怎么没看到啊 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一早就出发了 今天早上就走 那应该到了呀 现在这路比以前好多了 她应该到了 她 她知不知道我 我住哪儿啊 你不是给光明写了红信吗 信上有地址 她是按照这个地址 去找您的 地址没错吧 没错啊 这 这我 我那手机停机了 这该怎么办呢 我 会不会 出什么事啊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不也着急吗 别急啊 这样 我 我这就去找 找到了 我马上给你们打电话 好好好 谢谢您啊 爸 请进 给您拿点水 谢谢啊 谢谢啊 还在睡啊 哎呀 烫了一天了 还没退烧呢 白天好一些 晚上就烧起来了 刚刚给她吃了一碗面条 全都吐了 这应该要看看大夫吧 这个孩子发烧也是常识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晚上她烧得这么高 那 那还需要我做什么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不冷 真不冷 我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会麻烦你的 谢谢啊 没事儿 那她爸妈呢 嗯 那 那个 那您早点休息 我先出去了 有事儿您叫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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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